瑞穗香青年会11号晚上在瑞穗香的青年四前广场举行的 轻轻起飞 亲子市集 现场局正位特别到场勉励青年朋友 也陪伴孩子们度过温馨欢乐的夜晚 瑞穗青年会11号晚上在瑞穗香青年四前广场举办 轻轻起飞 亲子市集 现场局正位亲自到场勉励青年朋友 并且陪伴孩子们度过温馨欢乐的夜晚 所以在这里我们是不是给瑞穗青年会 还有所有青年会的好朋友 给他们掌声一下好不好 各位孩子 爸爸在上面 请举手拍拍手 有佛祖的保佑 有大家的用心 努力 有大家一起来完成 所以希望未来在瑞穗带活动的时候 我们大家一起来让活动圆满成功 如果需要什么回馈 请告诉我们的家伙好不好 徐政卫县长指出 有事是花年的日常 10月号将在狱里举行环保圣诞书点灯的活动 也欢迎南区乡亲一同来参与 感受佳节气息 12月2号在狱里有点灯 如果未来我们这个瑞穗青年会想要在瑞穗点一展圣灯呢 我们也支持让大家一起来点灯好不好 现场种类多样的美食摊位让人垂涎三尺 活动更是邀请到远从屏东来的魔术师 好好为大小朋友带来惊奇的魔术秀 互动式的魔术演出 让台下民众惊叹连连 孩子们也有越举手想近距离体验魔术的奥妙 记者高双双瑞穗采访报道